這兩天我們有跟您說 在南韓有一期確診個案呢 他是一個29歲的男子 他在還沒有發病的時候呢 一個晚上跑了五間夜店 那現在相關的確診數呢 已經破敗 那不僅如此呢 接觸的個案呢 還已經來到了5517人 但是現在麻煩的事情來了 昨天我們不是有告訴你嗎 現在大概有3000多人 還處於失聯狀態 人還找不到 但是現在有消息指稱說 這3000多人當中呢 居然有很多人 他們留下了假的電話 換句話說 你就算知道是誰 那你好像拿到了一串電話數據 但是你也根本不知道 他跑到哪裡去了 所以現在南韓的防疫當局呢 只好改調閱他們的信用卡 或者是他們的消費記錄 以及通信記錄等等 就是要想盡辦法把人給找到 當然現在南韓的防疫當局呢 還是近期可能呼籲說 如果你在5月1號深夜 或者是到5月2號凌晨 你有到過離太院周邊 或者是曾經到過 剛剛跟你說的他跑過了這5間夜店裡面的民眾的話 你就自己去主動篩檢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不願意出面 所以現在呢 首爾的這個地方警察廳就說了 我們一共呢會派2000多名的警察呢 要去幫忙 去調查一下 看這些進出離太院的名單 到底有哪些 那南韓的電信公司呢 尤其是這三大電信公司 現在也收集了5間夜店附近數十座的基地台資料 那把日期還有時間等等籌封號碼過濾之後呢 就是要想盡辦法去找出這些相關的接觸者 但是問題來了 南韓的當局其實並沒有說我要罰你或者是幹嘛 我並沒有說你跑到這5間夜店裡面去 我最後罰你錢 其實南韓當局並沒有這樣說 我只是麻煩你曾經到過這幾個地方的 你去看一下自己有沒有生病 這麼簡單的原因 到底為什麼讓很多人還是不願意出門承認呢 根據英國的衛報報導 近期南韓新聞媒體對於這起案件 有部分的報導重點 他們會把這個重點擺在 曾經去過離太院的同志酒吧這件事情上面 而且呢還把染疫呢 跟性傾向做了很不當的連結 那根據日本時報的報導呢 你現在目前在這邊看到的幾個標題啊 包含就像我剛剛跟你指的 去過離太院區的gate bar 或者是南同志離太院病毒 甚至是有一些網民直接稱 他們是噁心的東西 這等等的關鍵字開始在網韵當中發酵 導致社會風氣跟台灣比起來 比較保守的南韓民眾 不太敢表達自我 其實同性的性傾向呢 在南韓並不違法 但是因為過去父權主義根深蒂固 所以大家對於同志 還是有不小的偏見跟歧視 那所以呢大部分的南韓的同性戀者 他們會選擇隱瞞身份 當然在這個時間點 父母官還是要來保護人民 所以首爾市長蒲淵淳為了保護同志族群 他就要求說所有的篩檢 最後只會呈現編號 那只會標註一些部分的個案 但是都不會讓外界知道說你到底是誰 那丁世君呢也就是南韓的國務總理 現在也說了 呼籲大家真的趕快出來檢查 因為你只要多猶豫一天 我們的日常生活呢 可能就因為你想的這一天 因此要多停擺一個月 所以現在看得出來呢 南韓目前呢 碰到了一些社會過去文化 一些漏洗導致現在武漢肺炎疫情的第二波 重新炒起來的時候 能不能夠持續的保持他們原油管控疫情的這個手段 以及他們的成績 我們就必須要繼續看下去了 不過在解封之後 其實很多民眾真的悶壞了 而且好希望可以趕快出門透透氣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個地方呢 其實是在法國 法國的邊境小鎮 最近就有很多的民眾跑到運河畔去聚集 那甚至呢 還有民眾湧入了鄰近西班牙的超市 要來搶購研究 到晚了 不要坐 然後我們走